新增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差別 主要是查詢 查詢部分我就傳給他瑤瑤 欄位是業務 就是在業務這個欄位裡面去找瑤瑤的資料 所以傳遞過來 然後欄位我先 這一行是F我看一下 其實這個這一行應該是可以不用 這一行多的 把它把它註解掉 ok然後 新增一個 然後開啟資料庫 找不到 因為我的現在的檔案有沒有 我現在的檔案如果各位將來看到這個有沒有看 我現在的這個Excel檔現在在哪裡呢 在download時 的問題9 所以呢 一定會有錯 將來如果各位看到這個畫面的話 記得就是先把它停止一下 然後呢 我把這個檔案怎樣 另存新檔一下 存在哪裡呢 有沒有 他現在在download 應該是放在一樣的路徑底下 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因為我的資料庫也在這裡 儲存一下 這樣再來跑應該就沒問題 要把舊的這個刪掉一下 再一次好了 這個地方 因為路徑錯 ok 那再來一次啟動一下 然後選擇業務 按資料庫這一個 好 那一樣在這裡 這個地方都一樣 ok然後呼叫他開起來 有沒有這個時候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資料庫 這一行錯的話 那就確定一下這個路徑對不對 現在路徑對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查詢 查到資料了 他暫時放在這個recorset裡面 然後把什麼呢 欄位名稱有沒有 分別總共有幾欄 他就分別把它 放上去 那這個部分前面有用過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不細講 所以要把資料call過來 然後close close 關掉連線之後的話 再回去 然後以此類推 全部就一次把它執行完畢 有沒有 不過這裡怎麼會跳出這個 要不要刪除 好 那一樣的方式呢 按資料庫 那這個中段點把它移除掉 執行起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 只是說資料來源是從什麼 從eSale 跑到資料庫去了 那我講過了 資料小的時候 少量資料沒有問題 沒有